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萱萱姐 呦 这不是萱萱吗 萱萱 你干什么去啊 这不是刚买的东西吗 去给包围送点 呦 萱萱 你还挺体贴呀 萱萱 你说你一个黄花大闺女 连男朋友都没有 你去给一个光棍送吃的 哎呀 我的天呐 萱萱 你这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呀 这不是买多了吗 给她送一点 你看知道自己一个人在家也不方便 买多了 萱萱 恐怕这事没那么简单吧 萱萱姐 你看你说的就是买多了 萱萱 你说你爸你妈都是老实巴交的人 怎么生了一个你这样的闺女啊 哎呀 我的天呐 不能想 真是丢死人了 萱萱姐 你看你说的 这 这不是这个意思呀 嘿 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啊 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家的 整天往一个光棍家里面跑 你知道 哎呀 咱们村那个白莲花 每天 可在村口搅过来搅过去 搅的都是你 反正我做的是光明磊落 不怕别人说闲话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去 还光明磊落 整天偷偷摸摸 往别人家里面去 不嫌害臊 反正我今天也没事 我得跟过去 看他们两个 到底在干什么 好 宝儿哥 萱萱 你来了 我这多买了一只鸡 这不给你炖的补补身体 你看这鸡 买的够肥 萱萱 你说你 你还年轻着呢 你个年轻小姑娘 整天呢 你往我这个老光棍家跑 别人看见了 该说闲话了 没事 反正 我这做这事光明磊落了 也不怕他们说闲话 说得到轻巧 还不怕别人说闲话 你看 两个人在这 拉拉扯扯 真是不要脸 我说萱萱啊 你说之前 我也是无意间 才救了你 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 你这恩也报完了 以后 你还是别往这跑了 宝儿哥 你也别这样说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你都是救了我的命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这条命 都是你的 何况我做这件事呢 救命 报恩 萱萱 这 这也不是因为我 你说是个人 他都不会见死不救的 你这天天都对我这么好 你这还没嫁人呢 以后路还长着呢 这对你名声多不好啊 没事 报恩哥 我深正 不怕影子鞋 不怕别人说想话 萱萱 你这又是何苦呢 萱萱 你听歌的 以后别来我家了 萱萱 你要是再这样说 我可就生气了 这都是我自愿的 萱萱 你别降了 我这都是为你着想 你还年轻 你个黄花大闺女 还得嫁人呢 你别因为我坏了名声 萱萱 你别傻了 虽然那次车祸 是我救了你 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这个 就照顾我一辈子呀 唉 宝儿哥 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 更何况我做这点小事呢 再说了 你的腿也是救我而受伤的 我做这些事 也都是小事 不足以刮持 唉 原来是这样 看来 是我没错怪他了 还在背后说他的闲话 没想到 鲍鲍是这么正直的人 没想到 萱萱是这么善良 懂得感恩的姑娘 唉 我得去给他们道个歉 萱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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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怎么来了 菲菲 其实 我是一路跟踪你到这里来的 什么 你跟踪我 菲菲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 我我跟 我跟萱萱我们两个 你 你是不是误会了 现在 我什么都明白了 萱萱 萱 这事说起来特别惭愧 唉 我没想到 唉 是鲍娥当初为了救你 这条腿 才残疾的 唉 没想到你这姑娘这么善良 一直默默的照顾她 唉 你说村里边 村里边的这些人 咸咸碎鱼 没想到真相是这样的 唉 你们两个都太善良了 萱萱 报文 对不起 你看 我这碎嘴 错怪了你们 还怀疑你们 你们 别介意 报文 以后 你生活上 有什么困难 我和萱萱 一块帮助你 行了 菲菲 你们的误会 我也理解 以后 解释清楚就行了 可别再那么多嘴了 这对萱萱名声多不好啊 報文 你放心 我会给他们说的 以后不会了 報文 你这好人会有好报的 以后 我们 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去帮助你 好 谢谢你们 萱萱 走吧 不报文进屋 来 萱萱 嗯 妈 怎么 我想问你个事 你说 你说 我看你最近 人特别懒 也不想睁眼睛 看 你看 你这肚子 怎么有点大 萱萱 你说 这我儿子 都三年不在家了 萱萱 你可不要背着我们家报文 干对比其他的事 我可告诉你 妈 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也感觉 我最近 肚子老是疼 不舒服 我正想着跟你说一声 让你 带我去医院看看呢 你看我这肚子 这不是 我也想出去找个工作 可是 这报文不是怕我累着吗 不让我去 哎 别把责任推到我儿子身上 你呀 就是矫情 行了 别说了 赶紧做饭去吧 那行 妈你今天中午想吃什么呀 吃手碗面吗 好 你说这个萱萱 最近我发现 她有点反常 你看 小肚子这么大 你说我儿子 都三年没回来的 他不会做什么对不起我儿子的事吧 不行 说我儿子不在家 我得替我儿子看好他 我还得给我儿子打电话 让我儿子赶紧回来 喂儿子 喂妈 怎么了 儿子 喂妈 儿子 你你赶紧回来吧你 怎么回事 出门事了让我回去 咱家出大事了 儿子 你别问了 赶紧回来吧 你说 你总想着挣钱挣钱 别到时候 连媳妇都没了 听妈的 别问了 赶紧回来 妈 你说这什么话啊你这 你听妈的就行了 赶紧打车回来 行行我知道了 到家再说话嘛 好好 这我儿子 出去工作一走就是三年 你说这个萱嫣 要真是给我儿子 整出来什么妖蛾子 看我打死他 萱嫣 你说你一天到晚怎么这么懒啊 又躺在那里玩手机 妈妈我这不是 才把家里的家具都擦了一遍吗 萱嫣 你看你最近你这肚子 怎么又大了 我也不知道老是疼 有时候半夜还睡不着觉 萱嫣 你 你不是怀孕了吗 不会吧妈 我这几天 在家里也 我也没吐也没有恶心的 这不可能怀孕呀 萱嫣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做什么对不起我儿子的事啊 妈 我真的没有 你别在这肚小面 我告诉你 宝儿 马上就吵架 到时候 就真香大白了 妈我真的没有 妈 我回来了 我妈 你着急忙忙的走我回来干什么 儿子 你说 你也不能帮小人挣钱 你这媳妇在家不得了了 怎么了 萱嫣出什么事了 你 你看她的肚子 萱嫣 你这肚子怎么了 肚子怎么那么大 萱嫣 我不知道 你原来是这种人 以前我一直觉得你是好人 你现在 你现在闭着我肚子都大了你 好啊你 你 萱嫣 妈 不是你没想的那样的 不是我没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 儿子 别听她脚面 给我休息她 今天我今天不要教训你 妈 我肚子疼吗 这怎么了 萱嫣 你抓的吗 萱嫣 妈 这开场不是抓的 赶紧走去医院吧 赶紧走走走 萱嫣 我说你说 慢点 慢点萱嫣 什么都别说了 先坐萱嫣 你说 你说我怎么能得这种病呢 萱嫣 萱嫣 你放心 是我错怪你了 萱嫣 你放心 就算 咋够卖钱 我一定把你的病治好 妈 萱嫣 你说 妈妈真没想到 你真是 得了肿瘤 萱嫣 萱嫣 你还这么年轻 没事 萱嫣 你放心 妈 就算咋够卖姐妹房子 也得把这病给你治好 妈 这病 大不了就不治了 萱嫣 你说什么呢 你还这么年轻 是啊萱嫣 萱嫣 这病咱们一定得治 萱嫣 你看 你得病了 我还以为你 是我们错怪你了 萱嫣 萱嫣 对不起 是妈跟鲍儿错怪了你 萱嫣 你放心 只要咱们积极地配合医生治疗 一定能治好的 好孩子 别哭了 一会咱们就收拾收东西去医院 萱嫣 你放心 只要你们现金配合医生治疗 这病 咱们一定能治好的 一会儿 妈跟鲍儿就收拾收拾 拿着钱 咱们赶紧去 住上院 正月 哈哈